空间设计正流行什么趋势 什么是最潮的居家布置 国际间最具有影响力的人物究竟是谁 所有最新最夯的资讯就在Design News 面对全球人口成长快速 房价居高不下的情况 有股新兴设计势力正在崛起 不仅打破了一般人的住宅观念 也即将引领空间设计的主流 到底是什么新潮流呢 又到了春暖花开的时节 该如何把居家布置成春天的气息呢 今年又有哪些花色独领风骚 带动流行新趋势呢 精彩内容千万不要错过 全球各大城市县镇推行小住宅计划 到底这个计划会为空间设计 掀起什么样的新趋势呢 就让居家杂志总编辑来告诉你 小瓶树呢是全世界 包含纽约 包含伦敦 包含东京 各都市的住宅的主力产品 台湾目前出现最小瓶树 大概五瓶左右 小瓶树的设计呢 其实现在已经走到一个新的趋势 叫做无私小住宅 什么叫做无私小住宅呢 在空间设计上就是要没有隔间 把门拆除之后 你有很多方式可以表现出空间来 包含家具 包含隔间 在无私小住宅之中 隔间是不固定 而且可能不存在 那在空间感上呢 因为小瓶树最重要是空间感 那如何跟室外连成一线 也是非常重要的 怎么样让你的视觉 可以通过没有阻碍地延伸出去 这是小住宅设计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色 无私小住宅打破了空间的界定 那在设计上又有什么惊人之处呢 屏数虽然小 但是机能绝对不能少 那你怎么把机能 All in One 集合在一起 是很重要的 可以是桌子 但是你也可以是吧台 你也可以是书桌 这就是所谓的多机能设计 然后在风格上的呈现呢 当然白是很好的选择 因为白比较有放大感 但是它不会是一个唯一的选择 现在很多小住宅 它也没有天花板 它讲罗漏的天花板 它可以走工业风 它甚至可以走乡村风 最重要是怎么样让空间 看起来是通透的 清爽的 那整个空间才会放大 精巧设计让小小空间 也能像大房子一样 住得自在舒适 不过除了住宅空间规划 还要配上美美的居家布置 设计才算精准到位 接着居家杂志的副总编辑 要来告诉大家 如何运用花色图腾 让您的居家成为习近焦点 这次的改版呢 我们特别制作了一个特别的单元 就是全球精选十大的 经典的花色跟图腾 其实这些图腾呢 经常出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首先呢 大家一定经常看到 就是所谓源自于中国的花鸟的蝶舞这样子的图腾 后来也因为通商的关系 传到了欧洲 所以在英国跟法国 他们的一些殖民的风格里面 我们也可以经常看到这类的瓷器 以及像脂品 例如说抱枕上面有这样的图案 还有一个图腾也是非常流行 就是所谓的巴洛克的图腾 那这类的图腾主要是藤蔓啊 像卷叶啊 像这一类的图腾在上面 那后来当然也被运用在很多的织品上面 我相信你们回去 找一下你们家里的桌巾什么 应该经常可以看到巴洛克的图腾 提到图腾 当然就不能忽略乡村风的小碎花 这也是源自于英国 那英国的乡村里面 他们希望透过这些自然的一些花朵的图案 来让家里比较有田园的感觉 所以说像这样的小碎花 也经常出现在他们的茶罐啊 瓷器啊 甚至是织品上面 尤其是许多小女生 都非常喜欢这样的小碎花 最近非常流行的 像这样非常经典的大朵的 英树花的图腾 最早是芬兰的一个品牌 他把它设计成在织品上面 后来大受欢迎之后 现在变成一个芬兰的一个经典的象征 那青花瓷呢 基本上当然大家都以为 它可能只有瓷器上面会出现 像这样的小碟子 可是到欧洲之后 这样的图腾 因为受到一些欧洲贵族的喜欢 他们喜欢在家里摆青花瓷的花器 所以说后来这样子的图案 也被大量的使用在织品上面 甚至是桌巾桌布上面 原本源自于中国的一个图腾 它已经变成全球的一个流行了 那台湾呢 台湾其实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图案 就是阿嬷的花布 早期的时候 我们会常看到它运用在很多 像茶罐啊 抱枕啊 织品上面 尤其是桌巾 会常会让你们在板斗的时候 有时候可能都会看到像这样的图案 那这些图案其实比较知名的有三个 主要就是玫瑰花 大牡丹 还有就是加德利亚兰 像这样的图案 会运用在客家的花布上面 后来当然也变成客家文化的一个 经典的象征 经典花色要配出质感 配出品味才能为居家空间加分 但要怎么搭配呢 本次除了介绍这么多经典的花色 也特别将十大精选的图案呢 做一个分类 告诉大家怎么运用色彩啊 怎么运用织品还有单品的搭配 还让家里变得更美 而不会太混乱 那首先呢 就是像花朵这样子的图案 你要搭配的时候 尽量选择比较淡雅的颜色去搭配它 比如说像鹅黄啊 浅蓝啊 或者是粉红 可以让空间不会那么混乱 那另外呢 像一些比较格状的 重复性的图案的图腾 例如像是千鸟哥啊 巴洛克啊 这类的图案的话 其实基本上它比较适合局部来做搭配 比较不适合将整面墙都用这样子 的重复性图案 会看起来非常非常压力非常非常大 非常的恐怖 掌握这几个布置的原则呢 让大家呢 去逛街啊 采购单品 或者在做居家布置的时候呢 能够大概知道说 你生活中这些花色跟图案 它是怎么来的 那也提供给大家 作为居家布置上面的一个参考 请不要错过每个月的Design News 我们将提供给您最新的国际设计趋势和观点 让室内设计更贴近于您的生活 看电视上网站搞定装潢 找到最优质设计师 快来设计家按赞 请上Facebook搜寻设计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